一起來翻轉 我們來關心社會事 現在天氣很熱對不對 真是希望有一個下雨 可是下雨呢 就全身弄得濕濕 也很討厭 那不下雨又太熱了 這時候該怎麼辦呢 來一罐冰涼的奶茶 喝下去再加上珍珠 真是人生消暑 也不過是如此罷了 當然今年的芒果 可能這個芒果賣的 因為這個量很少 所以芒果冰是貴到鬆鬆 所以沒關係 我泡幾個冷的這個奶茶加冰塊 真的消暑到不行 你知道誰最愛喝嗎 連這個希拉蕊 未來可能美國總統 都大讚臺灣的珍珠奶茶 讚啊 你知道當時還得了 臺灣的珍珠奶茶 不只是希拉蕊說讚 在德國 在英國 我還這個賣到這個馬路上都要排隊 為了喝一罐 臺灣的珍珠奶茶 真的是 臺灣人真是太強 我必須說明一件事 這還不了不起 這就我們股票市場 一定要講行裡面的話 臺灣當時還有幾檔 這個做奶茶 準備上市的 什麼繳的 什麼繳的 那時候 他的這個未上市股票 一股難求 喊到一兩百塊 賣茶也可以賣成這樣子 真是了不起 但是等一下 如果這個茶呢 是這個動作 在煮之前先摳摳下巴 這個我們說的這個地下 然後不要吻 然後是不是摳摳腳 然後我還再去拿你的奶茶 我不知道這樣的茶 你滋味如何呢 這個事情發生在高雄市 真的是 怎麼又是高雄呢 高雄不是有衛生局嗎 高雄不是有食品安全科嗎 我記得兩年前的時候 我們花媽還大張旗鼓說 我們食品這個科 要好好的這個把關 這個食品 怎麼把關了半天 這個高雄人喝奶茶 還排隊去喝 腋下裝的茶 腳板摳的茶 這是什麼鬼呢 不得了 這事情恐怕是很大 到底 食品安全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比較在意的事情是 有路人去訪問說 你喝過那個茶嗎 就是路人說 那個茶真的是太好喝了 奶很香 茶很濃 喝下去感覺夏天都沒有了 你喝了大量的生菌在裡面 但我要問一下 我們這個委員 紀委委員 難道台灣真的是 到處都有這種 黑心的食品廠商嗎 抓不完嗎 到底是怎麼回事 老百姓想說 我花了四十五塊 想喝一瓶奶茶 喝得爽一點 結果我們說恭喜你中蛋了 哎呀真是難過 可是講到重難的一件事情 我知道 我們這小時候 最喜歡看什麼東西 看到烏龜 游泳的姿勢 真是迷人到不行 其中一種烏龜 傑銘最喜歡看這個十九到二十一臺 叫綠蜥龜 第一是他長得笨笨的 第二 我們笨笨的沒有什麼意義 第二他動作很遲緩 第三個他很可愛 就長得跟傑銘一樣 然後他還會下蛋 撥一下下蛋 這名人的這個烏龜叫綠蜥龜 竟然被消防隊員當作是入龜 什麼 入龜二角 龜入二角 那是要幹嘛用的 我等我問看有一次 他有沒有吃過 看他身體這麼強壯 應該也是有吃過吧 但是不論怎麼樣 綠蜥龜你可以吃嗎 我們今天要談一件事 其實我們今天不是要談這個 綠蜥龜到底消防隊員吃的好不好 因為他也沒吃到 就抓去關退休金都沒有 我們要談的事情是 消防隊的靈異故事 還真的不少 夏天來講靈異故事 是最好的 因為溫度馬上降三度 好了 當然我們要介紹來賓 那如果說你也不能吃到 這個綠蜥龜 你也不能吃到這個珍珠奶茶 你又家裡溫度 又靈異故事 聽不到這個溫度降不了三度 沒關係 那看美女可以吧 看美女也可以心曠神怡 所以我們第一個先介紹的 這位叫做小妹妹 她是 因為她的心智 大概十八歲 她所用的東西都是個 可愛 那麼什麼人可以變得可愛呢 在我們這個媒體間 當然只有她才能算 不過她已經嫁了 所以看起來哈林是取不到 好 她是誰呢 她是資深媒體人 不要講資深 她是那個媒體小丸子 這個王時綺 時綺妳好 被虧到不行 時綺喜歡吃珍珠奶茶嗎 蠻不錯的 但今天之後不行了 因為裡面可能有技工正藥 抓一抓 然後裡面說成一個藥丸 天啊 別再說了 你吃過飯了嗎 好 另外就是真的也是上次聽聞 現在是地理 無所不知無所不了 但是選舉失敗的 資深媒體人康仁俊 仁俊 仁俊你好 仁俊好 大好 仁俊喜歡喝奶茶嗎 蠻喜歡的 真的 那如果奶茶加點料怎麼樣 好 另外是 號稱最帥的資深媒體人 沒事坐公車 一定要拍一張相片 像說拍她穿西裝的 其實不需要這麼認真 旁邊有一個老老太太 竟然站在旁邊不讓座 她是誰呢 接著臉書自爆 她坐在那邊 擺個帥的姿勢 後來旁邊站一個 老太太扶著 老太太臉色就跟臉色鐵青 她是誰呢 自爆自己後面站的老太太 她自己坐這個 就是老人坐的位置 她是誰 她是資深媒體人 如果有自由 字體好 俊俊哥好 大家好 不是啦 公車上只有三個人 但老太太不知道為什麼 就在旁邊一直瞪著 一直瞪著我這樣看 所以 為什麼 PO照的時候 一定要記得旁邊 不要有老先老太太 這個很敏感 如果是這麼健康 旁邊拍一個老的人家 看樣子 下次你要請老人家喝奶茶 好 另外就是我們今天關鍵人物 前立法委員 紀國東 國東委員 你好 大家好 國東委員 我們現在怎麼樣 臺灣的這種所謂的 就是這種所謂的防禦的 就是我們說這種保育的 這個概念真的很弱 沒辦法 那個還記得前陣子 還有一個政務官不小心說出 他小時候吃過 穿山甲 有沒有 有有有 而且還是弄我會主委 這個你講的 你還當了老外講 吃過穿山甲 我這個超經典的 所以其實 不管穿山甲 甚至於保育類的毒蛇 是 以在向下被視為蒸羞 是 越毒的 越少見的 越毒 真的 也就是我們discovery 或是那些動物頻道播出很多 那些動物 我看那老人在那邊看 他不說這個好漂亮 好少見 這哪個國家的 他說 會我看這個很薄的 我告訴你 鏡頭有什麼薄 等我問一下委員 今天發生一個有趣的事情 當然這不談政治 我們純粹談一些就是有趣的事情 今天立法院又發生打架 又有人漸血 一個白嫩的小生 就被麥克風線給拉到 麥克風線不是粗的嗎 他一拉到之後 就馬上出現血痕 麥克風線不是這麼粗嗎 而且不銳利 拉到之後怎麼會漸血呢 這位小生他來過我們節目 他真的是白嫩小生 也擔任過這個城局的 這個重要的這個行政官員 叫做賴瑞隆 他跟林德福在拉扯的時候 林德福只是把麥克風拿過來的時候 哎呀恐怖 那又出了一條紅色的這個血跡 會不會出血之後 會不會當市長我不知道 但是國動委員 這林德福力氣很大 他林德福到我好像七八歲以上 但是他力氣大得很 等一下慈禧會講一下 他過去跟搖文治山比力氣的時候 他大你 恐怖有力 他大你七八歲 那現在差不多四十八歲 我告訴你 這個沒有三兩三 真的是不要上兩三 真的 賴瑞隆 非常優秀 他的變才無礙 對對對 這做得非常好 是 但顯然好像身體 可能還稍微健康 是不是要吃 怎麼可能一條這個麥線 他一拉之後就漸血了 林德福是怎樣 他是以前是那個猛牛嗎 沒有沒有 不過坦白講 你不要老摸老 他是老材 我看他力氣蠻大的 真的嗎 林德福聽說曾經掛掉一個 一百八十幾公分的先生 姚文治先生 姚文治被他掛掉 差一點要變台北市長的 姚文治先生 也被林德福差點掛掉 姚文治很高 一百八十幾公分 又帥了 很重 然後他又壯壯的對不對 沒想到林德福這樣子 看起來也不高 這樣一拉扯 他手差點脫臼 等一下 然後人差點摔跤 你說這麼大隻是撞還無用嗎 不是 我說錯了 以後要選市長的要先考題 對 以後跟 怎麼都出事 一定要跟林德福對決一下 好了 那為什麼要先把這件 講完 因為下面他是政治轉社會 那他是這個銷售專家 為什麼先把這講完 免得到時候他又考核一下 這個民進黨 現在我們最 只要考核民進黨 馬上收視率變差 所以避免他考核民進黨 所以我今天把這故事講完 他是誰 他當然是關鍵人物 其實我蠻喜歡他 因為每次覺得他就是默默的生了五個小孩 好 他叫文傳衛副主委 鄭世偉 世偉你好 傑民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世偉今天 開心嘛 還好啦 你們在講的那個賴瑞隆 那個我覺得小屋見大屋了 你看他 他只有手這樣子 你看他之前 張碩雯委員 眼睛整個流血啊 對不對 然後你看到吳醫生委員 一樣的嘛 所以說今天人家林德福委員 也沒有講說很嚴重的一個推擠 然後他那個手是怎麼受傷 我不曉得 但是我們在這邊呼籲 真的 議事不要暴力 你看 世偉一定忍不住 還是要講一下 我今天想辦法讓他不要講 對不起 觀眾朋友 我們真的沒有談政治 我們正在恐無有力 林德福做T-Line瑞隆 又拉這個誰 姚文智 太搶林德福 好 另外當然這個美少女 一定要認識一下 這個資深媒體人呂婉婉 婉婉你好 謝謝你 你好 大家好 婉婉你去過中國吧 我去過 你見過最最帥的 吃的動物叫什麼東西 吃帥 因為我自己吃東西 比較龜毛耶 但是呢 我的 我的印象中可怕 我們今天講綠蜥龜嘛 剛剛委員有提到什麼 你說什麼穿山甲是不是 還有毒蛇嘛 對 我那時候呢 我記得我在還是那個李慶安的 那個特助的時候 我聽他說我真的很可怕 因為我不曉得說這種綠蜥龜的東西 還可以發生在臺灣這個地方 因為我們是文明的國家 那你直接看到他吃到什麼東西 我跟你講他告訴我說 那次呢內地的人 不是 就是大陸那邊的朋友 就請他說到一個餐廳 結果呢一個鐵 就是進去那個餐廳 哇一個很像吃鐵板燒的桌子 就推出來了 他想說到底上什麼菜 好啊 然後呢 而且中間有一個挖一個洞 一個洞 一個洞 然後挖個洞 準備做火鍋嗎 火鍋 嗯 講得好 火鍋嘛 可是後來呢 這個服務員就把那個東西推上來 上菜之後 他傻眼了 你是說 是一龍的這個猴子 然後而且是頭蓋骨 是切掉一半的 還有呢 還活著 我們先進廣告...